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新刺客笑草蛋狗幣帝王陵墓 破解之後的謎團我才開始進一集 多姆普瓦爺的筆記 前面奧吉爺提到了三個盤子 其中兩個多姆普瓦爺有提到其位置 剩下一個則不見了 這些都是了解拿破仁在找什麼的關鍵 多姆普瓦爺也有講到盤子以外的東西 蘇節長老方形教堂的建築師兼聖誕尼的主教 在聖誕尼的神殿上方建造他的教堂 因為他聲稱那裡有 那裡擁有上帝力量的神聖空間 蘇節以老鷹的形狀斷造出一把非凡的劍 然後就被這種神奇的力量所換住而如有神柱 接著多姆普瓦爺也有提到他還有一些筆記 就能保存在方形教堂兩座塔樓之間的小房間裡 善餐碟 真的 這個 是 是撞矢武器 我剛剛看到一個撞矢武器才有了 攻擊動作 其實我不用自己推測 我先說 你 我替光 你 什麼 我 你 好好 是 托姆普瓦耶的笔记摘录 苏杰是个虔诚的人 他通常放法兰西亚德 曾被称为圣诞里的秘密 并且致死不渝 我发现了他一部分的遗嘱 原本被他的继承人 逆长了好几个世纪 但只有革命能让这些秘密出土 遗嘱的内容很以能入圣 因为苏杰声称这个 正被上帝制作的古老设备所保护 而这个设备也用钥匙锁住 以免被恶人和狂徒所滥用 这应该就是伊甸的碎片吧 首先有几个盘子 是用来封印圣诞里的神殿 并交由收到室来看管 后来被侵入者盗走 我们设法找到两个苏杰卷轴目前的下落 那里面的内容就有盘子的线索 其他的卷轴则被发现别的东西 当行教堂的一个房间被空置了好几百年 墙上的众科直到我们在教堂的图书馆 找到了苏杰的笔记 才了解其中的含义 墙科的墙里面藏的苏杰池音 一把由修道士触造并进引于上帝之火的剑 他被镜前的符号所保护 唯有忏悔才看得懂 唯有圣者才看得懂吧 这些东西以某种未知的神秘学 让我无法一窥全貌 我可能来不及破翼卷轴 使其真相大白 他所盖的这座方行教堂 使用了从火里面发现的建筑知识 来保护这把剑 此印机制掩盖了这个秘密 已经过了五百年都没有被发现 但圣诞尼之音不至于落入二人之手 让圣诞尼之音不至于落入二人之手 这个是笔记 这笔记就是一个墙 看起来就还可以推进去 苏杰的卷轴都四散在凡尔西亚德各处 在他们宗教保护者社区解散之后就被遗弃了 找到卷轴并按照步骤 寻得苏杰的符号 只要发现一个符号 它就会出现在塔楼的墙壁上 收集所有符号便能解开苏杰遗产之名 是指责号吗 不是啊 看起来不用我自己想 它已经有提供我们任务点了 只是它还要再更高 喔 这种的喔 守护灵士沉丝 头上长脚的怪物在上帝的居所上 被我们的环锁包围 我觉得它有提侍区域的话就很好找 我底下来目光剧组的最前哨星 金光反射初期无上高度 性要滋味 人建这么多 了 来吧 可不快 走 好 去吧 我去找她 那是 你去找人 我去找你 很重要的 我之前就一直在疑惑為什麼 這裡會有星座符號 原來這不是星座符號 他還要去拍照 他又是座符號 他還要去拍照 找到你了 找到你了 門口的女子在她之中 地獄正在等待 我們的化歌魔鬼的數字 門口的女子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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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如果男士沒有想要我承認 我承認 那是誰 什麼 拿破崙沒有一眼視覺 他怎麼可能找得比我還要快呢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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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第二個居然是這個 而不是眼睛符號 這眼睛符號是我在幹嘛的 這眼睛符號還多 所以它是指封測嗎 我怎麼沒有辦法理解 不是你喔 這邊有個十字架 有個十字架 十字架 這個嗎 不管是上安得住 還是上帝之死 我只選擇會發光的太陽 我只會選擇發光的太陽 發光的太陽 已經看到了 其實根本不用動什麼腦 這樣簡單多了 好 它這個看起來有發光 我拿到兩個遺物 我可以繼續了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會 掰掰 拜拜